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經過多年來 國內外的激變 和紀任首相來來去去 日本政府終於決定明天8月24日星期四 開始排放福島核污水入太平洋 福島第一核電站儲存了超過130萬噸核污水 整個排放的過程是需要30年那麼久 這個決定當然會引發全世界都很關注 特別是亞洲鄰近地區的反應更加緊張 這個做法 日本這個做法 會不會打擊大家去繼續吃日本菜 和來自日本的食物包括生果 蔬菜 甚至是鹽 海草等等的信心 又會不會影響大家去日本旅遊的意欲 會有所憂慮呢 希望大家留言 表示一下你的選擇 繼續去吃 繼續去玩 或是暫時都不要搞理智了 不去吃 不去玩 很多科學家都將焦點放在村 這個物質殘留的爭議 簡單來說 村是一種輕的放射性和位數 一般都是存在在核反應之後 311核災之後產生了被高濃度放射性物質污染的水 就算怎樣經過淨化和稀釋也好 廢水裡仍然會含有村 日本政府說 處理後的核廢水 是不會殘留 除了放射性村 以外其他放射性污染物 換句話來說 只會把含有村的廢水排入海洋 東京說 含有村的核廢水 只是會產生很輕微很微弱的輻射 不會對海洋或人體的健康造成任何傷害 大家對這個說法有多大信心呢 特區政府昨天已經明確表示強烈反對排放計劃 明天開始也會禁止日本十個刀院的水產品進口香港 而這個禁令是沒有既定的時間表 即是不知道會禁止多久 就要視乎排放核污水之後的具體情況 和日本政府的監察系統各種不同的因素才會作出這個決定 事實上 目前香港已經禁止了進口福島的蔬菜 奶類飲品和水果 不包括果汁 韓國政府在2013年開始也禁止了進口來自日本福島園 磁城園 千葉園 那些鄰近園區的水產品 也禁止了福島園出產的稻米和菇類賣去韓國 特區政府的口徑當然和中國外交部的口徑一樣 自從傳出了這個消息以來 中國外交部的立場都沒有改變過 中方是嚴重 嚴厲 關切和強烈反對 也都已經向日方提出了嚴正交涉 並且形容這樣的舉動是極端自私 極不負責任的 這個究竟是一種外交的態度 還是一種保護自己國民的取向呢 我就傾向於後者多些的 至於當中有沒有存在政治考量呢 我相信當局才會是最清楚的 不過就算有這個考量 採取較為保守的態度 我認為都是講得通的 當政府發覺要面對有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 是有責任去保障食物安全和公眾的健康 所以也都應該是需要作出一些相應的防範措施 特區政府解釋就是基於這個要預先防範的原則 所以明天起就禁止來自日本十個都原的水產進口 除此之外 局方 環境及生態局 每一個工作天都會公布有關日本進口食品樣本的 輻射檢測結果 和本港水域環境的輻射水平 和本地的漁獲輻射水平 讓我們可以掌握多一些安全資訊 我相信香港水域受到污染的可能性 應該是相對來說非常之低的 不過做多一步都沒有什麼懷處 日本駐港總領事江田健一上個月就說 未收到港府港名禁令的科學理由究竟是什麼 特區政府沒有提出什麼科學理據 是一個事實 不過經過評估之後 認為日方對應急方案和怎樣保證核污水淨化系統 不會出現問題 說他們沒有一個好的答案 所以我們就需要採取較為保守和安全的方式 直到見到有關的系統 結果滿意的時候才放心 這不是一個沒有道理說不通的 那個舉證的責任應該是在於日方的 這次受到最大打擊的必然是在香港經營的日本餐廳 主打日本食物和水果等等的商店 客人對於食物安全的信心或多或少 都是會受到打擊的 但是我覺得大家就不需要有這麼多顧慮和憂心 因為特區政府一向對食物安全檢測都有一定的質素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 都說會和商會探討一下怎樣去訂立一種認證計劃 看看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或者是透過商會訂立一些可以獲得政府認可的標誌 來證明食物是安全的 我想或者將局長的樣子變成一個很可愛的公仔 或者好像吉祥物貼在門口也挺有趣 又或者索性每間餐館派一個探測輻射的儀器給他們 讓他們在客人面前可以再顯示一次的結果 讓大家吃得安心 簡單來說 能夠入口來到香港的所有日本食材都會是安全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支持日本餐廳盡情去吃 落實之後 應該某程度上如果有這個認證制度 對香港在做日式餐廳賣日式貨的人 都是有所幫助的 不過有些議員是很離譜的 他倡議政府應該考慮全面禁制日本食品進口 這樣真是太遠了 將保護市民的措施 好像變成想懲罰別人國家的措施 是非常不理智的 稍後腦筋的人都應該不會這麼想 反而應該要盡量爭取和日本有些磋商的機會 讓他們增加他們的透明度 容許有第三方獨立監察 他們處理核廢水的系統 是不是運作正常 歸根到底都是一個食物安全信心的問題 今次日本使用的這個ALPS 處理核廢水是這樣的排放法 這個做法是史無前例的 福島核水排放需要30年 誰可以擔保處理核廢水的ALPS系統 可靠性、穩定性會有多大呢 你少許的劑量在實驗室可能真的沒問題 但是當你大量廣泛這樣做 就需要有長期的觀察 因為真的未做過長時間和這麼大規模 處理這個水排放 這次的污水處理系統 事實上真的會有隱憂 新的系統運作初期 成效一般都會比較好比較高 但是幾年之後 過濾系統老化之後 如果出現基建的損耗 系統的效能就會下降 而現在來說 東京電力公司 是沒有容許第三方的國家 或者是獨立的監察人 他介入證明風險低 以及系統的可靠性 其實如果這樣做 是百利而無不害的 監察越透明 數據越清晰 其他國家和地區 所以禁止入口的措施 越快能夠鬆綁 不過這樣 無論怎麼快 這個禁令的時間 都不會短得去哪裏 日本在2011年3月1日 福島核事故之後 禁止福島核電廠 附近五個縣的蔬菜和奶類進口 最後在2018年 為福島以外的四個縣 才解答 解了這個結 仍然要長達7年 而港府仍然要持續去輻射量 確保沒有流亡之餘 東奴地說 日本這次這樣做 的確是非常非常非常不負責任 你怎麼可以叫全世界 和你一起去做一個 這麼大型的實驗 處理核污水又不是沒有其他辦法 為什麼要選一個 未能夠清楚確定可以保證 安全的做法呢 在我們人類歷史上 是有三次核災 是因為核的災難 而要求補償的成功案例 包括1979年 美國三里島事故 1986年 前蘇聯的諾貝爾核災 1999年 日本東海村臨界事故等等 如果要成功的 可以拿到補償打贏的官司 所以關鍵就是要證明 有沒有一個直接的因果關係 而這種因果關係 是很難去證明的 根據公約規定 其實其他國家 是可以向國際海洋法法庭 申請禁制令 阻止核廢水排放計劃的 但可惜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任何國家正式提出這個訴訟 那頭髮有什麼原因 我怎麼知道我屬於哪一樣 我們有26年專業經驗 和個案實證 可以分析到 最關鍵是做頭皮檢測 用專業儀器分析問題所在 對症下陽 頭髮的問題 AI Chat 不如找法在身黃衫Chat 打電話和我 車下吧